Guten Tag,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我是莫妮卡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德语句子中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我们的框架结构 那我们的德语句子呢,是以位语动词为核心的 在德语句子中,我们的位语动词的位置呢,相对固定 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是位语句手 第二种呢,是位语句手 位语第二位,那这里的第二位呢,指的是做第二个成分 我们先来看位语句手的情况 一般呢,在起始句和一般疑问句中 我们的位语动词呢,是位语句手的 那现在呢,我们还没有学起始句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一般疑问句 Is hier das Büro von Wannmann Universität? 这是外门大学的办公室吗? 我们的位语动词是sein 这里呢,因为是第三人称单数 不做主语,所以呢,我们的sein要变成ist 放在巨手 Is hier das Büro von Wannmann Universität? 好,下面一个句子 以及陈述句当中呢,我们的位语动词呢,是做第二个成分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Wie heißen Sie? 您叫什么? heißen,位于第二位,做第二个成分 Ich wohne jetzt in Peking 我目前呢,住在北京 这是一个陈述句,我们的位语动词 Vonen,位于第二位 Er spielt of the Fußball 他常常踢足球 Spielen,也是位于第二位,做第二个成分 好,那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一下德语动词在句子中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框架结构 Zatsklammer 句子框架结构 好,我们呢,先来看几个句子 Ich möchte heute spielen 我今天想玩 müchte和spielen 以前、以后 把 heute这个成分夹在了中间 Er sieht ist firm 这是一个可分动词 以前、以后 把 jetzt夹在了中间 Spielst du auf de Fußball? 你常常踢足球吗? Fussball spielen 这是一个名词词组 在句子中把其他的成分夹在了中间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呢,由两部分组成 一前、以后 前面这一部分呢,是由固定在一定位置上的变位动词 Müchten 当 ich做主语的时候 要变成Müchte sehen 当 er做主语的时候 要变成Sit Spielen 当 du做主语的时候 要变成Spielst 这是前面一部分 后面一部分是与这个变位动词形成固定搭配的成分 那根据不同的情况呢 后面这部分呢 有可能是动词 有可能是介词 有可能是名词 后面这部分一定是位于句末的 前面这一部分变位动词 有可能位于句首 有可能位于第二位 那具体的位置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在特殊疑问句以及陈述句中呢 位于第二位做第二个成分 在一般疑问句和起始句当中呢 我们现在没有学起始句 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 那现在呢 大家记住 在一般疑问句中呢 我们的位于动词呢 是位于第一位的 好 在德语的句子中 框架结构的位置呢 是一定固定不变的 其他的成分呢 可以随意的调动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形成了一个框架结构 其他的成分 今天 他 和他 他们的位置呢 是可以随意的换动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今天他和他 看了电视 我们还可以说成 他 今天和他 看了电视 我们看到 给他放进来了 给他拿出去了 我们还可以说成 大家要注意哦 是一个成分 是第一个成分 是第二个成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位 也就是做第二个成分 那这样的框架结构 有什么意义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句子呢 主次分明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句子中要强调的成分 就给他拿出去 比如说这个句子 我想强调 今天他和他看了电视 那我们就把 Heuter 拿出来 Heuter 今天他和他看了电视 那其他的成分呢 就给他放到框架结构里来 如果我想强调 他今天和他看了电视 那我们就把 拿出来 他今天和他一块看了电视 那如果我想强调 和他 那我们就把 拿出来 和他 他今天看了电视 他今天和他一起看了电视 好 这就是我们德语中的框架结构 那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